当时嫌犯坐在驾驶座右手握着方向盘 左手持枪朝对方开火 子弹射破车窗没打到人 倒是玻璃碎裂割伤后座女子 中弹轿车右后车窗裂成蜘蛛网状 车门边有一个弹孔 嫌犯作案用瓦斯枪 警方在车上找到钢珠 另外还搜到一把BB弹枪 并在昨日下午5点 即将证案人员集体逮捕大案 事发时间就在8月28号早上7点多 25岁理性嫌犯疑私不满 被超车从后方追上去开枪打对方 后座女乘客被波及 马上到地棒站报警求救 警方说后座女乘客额头轻微割伤 开枪嫌犯被依杀人未遂 枪炮弹药管制条例 公共危险罪移送法办 另外悬挂假车牌躲避追气 最高可以再罚10800 TVBS新闻 陈志忠 陈宏一 许有祥 SNG小组 张华 台中 厂报导 请订阅 按赞 分享 TVBS 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 我们下载TVBS新闻手机申请订阅